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菠萝讲座》 那我们一般来讲修行初初的时候 都在讲怨亲平等 因为我们还有所谓怨跟亲的问题 怨就是自己内心跟他的关系法是负面的 是不愉悦的 是感觉上是一种夜暴的关系 亲的话那就是增上愉悦的 可能你认为就是好的伴侣 好的眷属 共同有共同的理念 共同走一样的想法 那这些怨亲 其实都还是在五蕴中 这个地方讲本在阴地 发大慈悲 发起大慈悲的怨心 这个就是在从这个怨亲平等完成之后 你在这个五蕴大慈 同体大悲 这个过程里面 修诸菠萝蜜 涉化众生 立大誓愿 修习就是学习的意思 熏修 然后慢慢学习 真实的去操作 这个菠萝蜜 当然讲的是六菠萝蜜 十菠萝蜜 涉化众生 涉受众生 然后教化众生 立大誓愿 要立起大誓愿 就是发起大誓愿 这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禁欲度脱等众生界 义不限结束 禁于未来 誓愿要度脱 所有法界中的众生 在时间上面呢 内心在时间上面并没有设定 所以不会预设 没有时间的概念 那众生无边 哪有时间的概念可言 所以呢 只知道持续下去 禁于未来界 这就是为什么讲 我们受菩萨界的时候 是禁未来界 因为菩萨起心动念里面 他发的是大慈悲心 所以大慈悲心 要度脱无量无边众生 哪有时间点可言 但是他真实 每一次都圆满圆满圆满 他的真实感德的 所有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等等 都是因为功德 自然感德 在度化众生的时候 持续在操作中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必须要了解 摄化众生 我们一般来讲 度化众生 你如果不能摄 其实就不能化 你说我要度化众生 你不能摄受他 你怎么化他 你第一当然要摄受他 你没有摄受他 就是 就像说我们含起立 那个人要起立嘛 至少跟你的口令 跟你的讯息他接受嘛 注意他能够注意嘛 如果他不能注意的话 他不用一听的话 你就不能摄 不能摄自然就不能化 所以我们摄化众生里面 摄受他 当然就用四摄法 对不对 所以菩萨道来讲 他不是一个空患的 啊 这个师父 哦 讲的经很好听 很厉害 你来听看看 他不能摄就不能化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来讲 所以我们众生来讲 你没有靠近 你没有靠近 或是他没有这个概念 没有双方 双方有这个愿力 有这个需求 这个因缘 有这样碰触到 他根本就是不能摄化众生 所以我们修诸波罗蜜 跟摄化众生 里面 其实他因缘法 都是要和合的 你的众生 他不能摄受 不能摄受 你不能摄 你不能化 所以你修诸波罗蜜 来讲是主动出击的 是主动的 所以菩萨呢 他具备的精进力 就是这样子 布施 持戒 当然布施是 一切嘛 法界中 有形的无形 都可以做布施 所以是守一支嘛 持戒是属于自己 本身内德的部分 如法如律 布施持戒 忍入精进禅定智慧 修诸波罗蜜 设化众生 那 以取一切众生 如己身故 他基本上 基本上诸佛如来 在看待 这个地方的取 不是说我执着的那个取 而是说 我在这个 所有一些纳受的时候 看待着一切的众生 就如同 看待自己是一样的 因为自己跟众生都一样 而亦不取众生相 也不会只取众生各个差别相状 各个差别相状 这个比较有缘 这个比较有缘 如果 这个菩萨在 在阴地的时候 会以众生的相貌来取的话 那就 就有麻烦 那就着相 那着界别 那 这刚刚 我说 刚刚在 要来这里上课的路上 那我在 这个 站着在等 同学的车子 要来的时候 那就有一个 有一个 看起来像国中生的孩子 这国中生的孩子 他略略一点智障的样子 从他的眼神跟 这个口音啊 表态上面可以知道 然后他就看到 出家师傅 这也是善根哦 这也是善根哦 他就可能 看到我是一个出家师傅 他就和时 他就过来 他就 他也不会喊师傅 他说 你要保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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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乖 他那个脸 就这样子 一直跟我讲 这样 一直帅 你要保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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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乖 那我说 好好 我保佑你 你比较乖 他那个 那个脸 他那个脸 发出了一道光芒 非常非常清纯的光芒 很开心 然后从我的身边走过的时候 他很开心 就耶 然后自己在那边喊啊 一直说 我受到了保佑 你要去分众生相吗 这个根本就没有 不需要去想什么的 他没有意识层次的 那如果你一般人来说 干嘛保佑你 神经病 笑 这些出来的时候 你当下就是一个意识形态 那个孩子是这么单纯 他可能是下一次看到一个修女 他也可能说 你要保佑我 你要保佑我 保佑我 比较乖 可是他也是有善根 众生的气球 众生在自己需求的时候 他如果是发自于内心的 他也不会去做 谁可以给我 不给我 应该他也是懂的啦 某一些人有怎么样 怎么样的慈悲 他还是有概念的 但是我们在 这个 取一切众生如己身 在这样子的 布施 直接忍入 精进禅定智慧的 波罗蜜的理念 你会去想到 这个众生的不同吗 其实不会 众生说 看到他的这个戒别 不会耻笑 不会的 对不对 这个地方 就是这种意思 此以何以 这是什么道理呢 为如实之一切众生 急于己身 真如平等 无别义 也就是说 诸佛如来 他如实的了知 所有一切的众生 跟自己本身 都是一样 具足清净的真如 这个佛性 这个觉性 都是平等的 本来就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没有高下 没有大小 没有你我他 你的比较好 我的比较不好 没有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 每个人觉性都一样 当你了解 每个人的觉性 都一样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 而易不取众生相 那因为真如平等 无别义 好 以有如是大方便智 除灭无名 见本法身 自然而有不失一夜 种种之用 那 急于真如等便一切处 这句的意思是说 因为呀 佛菩萨 就是如来 他就是用这样的大方便 大方便是什么 用真如 清净的用 这个就是他的大方便 那如果说我们不安住在清净真如 他本身觉性 他可以使用的这个大方便 那我们可能就是在造作 造作我们的福业 跟罪业 我们一般来讲 修行人 就是要安住在清净的觉性当中 而觉性变一切处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你随着这样慢慢无名 起祸 没有关系 那慢慢的看看 然后修波罗蜜 发心 然后没有 不着相 这样子色化众生 是不是智就得了 是不是安住这样方便的 根本会降得清净真如 然后这个字是不是会慢慢现前 这个字是不是自然而得了 这不假他人之手 我们今天听闻佛法 这个是佛给我们的讯息 告诉我们道理跟办法 道理跟办法之后 我们是使用这道理跟办法 真正的后得字 是我们自己要来体验的 是我们要自己得的 今天听的这些道理跟方法来讲 回去你不用 这个也不是要大方便 这不过是一个讯息而已 所以医子这个 平等 清净真如 觉性 每个人都一样 那你在当下就能够除灭无名 见本法身 显现出来本来的清净真如 是不是一直在清净中 前一堂课这样解释 同学很明白 所以呢 自然而然的作用里面 他不假造作 你随顺这个因缘 我们修行人 他不随顺这个因缘 你不随顺这个因缘的话 就是所谓 心思口意的 一种 一种创造出来的假象 不是 所以他是 不假造作的 不是起心动念的 他是自然变一切法界里面 有不思议的种种的机用 因为你随顺这个因缘里面 你安住在清净当中 觉醒提高当中 他慢慢是不是呈现出来 我们就有讲嘛 你只要安住 你不动 但是他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 你就会明白了 这个就是说明真如 离体 变一切除 那接下来他说 又易 又再说 我有用相可得 而且说我们在这作用的相状上面 当下可用 但是 他没有什么可以用的相 我们众生在使用这个决心的时候 他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相 他在这所有里面 现象现前当下明白 现象现前当下明白 这个用 法身清净的这个无形无相的东西 他没有可以用的相 他今天不是打计算机 今天不是计算机 我使用计算机 依多少多少加减乘除 这个是叫用 这计算机有可以浮现出来的 某一种东西来用 可是清净真如这决心 提不出来 可是他的使用 所获得的这个智慧 也没有相状可言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可是借由哪里来表达 他用的圆满 借由众生得利益 解脱了他现况的瓶颈 比如那个受伤的小孩 所得到医药的照顾跟包扎 借由这个 借由他的微笑 借由他不痛 借由他平静的去睡觉 等等这些来完成这个用 可是你这个用的过程里面 没有用的相 这样的意思 所以没有作用的相状可得 何以故这怎么说呢 也就是指诸佛如来 为是法身至相之身 这个诸佛如来 只是法身本觉的智慧 用这个为体 用这个为相 那这个为体为相 再怎么样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去说出来 他实质的样子 那这里面呢 内容就是第一议题 一切都是真实的地理 一切就是真实 无生灭 这所有都是因缘法 因缘法 因缘法 纵使圆灭是不是也因缘法 圆灭的过程里面 是不是另外一个原生 圆灭也是原生 比如说我痛苦 我现在感受到饥饿 我现在感受到饥饿 是不是一个好像原生法 在睡觉 睡了到下午 或是说早上 睡到早上 有点慢醒过来 发现肚子很饿 就感觉到 这个饥饿是原生 缘起了 那缘起的时候 当我去寻找吃的 寻找吃的吃吃吃也不饿了 是不是圆灭 这个圆灭的时候 是不是宝的缘起 是不是一个地检 一个生起 所以在这个缘起缘灭当中 我们以单一 单一来解释它 有缘起缘灭 我们以它的变异来讲 它本身有缘起也是缘灭 它本身是不是缘起 饿的缘起 对不对 饥饿的缘起 那是不是睡眠的缘灭 因为你睡醒吗 是不是原灭的当中 另外一个缘起 然后我去找食物 找食物 还没有拿到食物的时候 可是我在走动 开冰箱煮食物 是不是另外一个缘起 前面的缘起还没有灭 是不是在变异中 那等到我开始吃了 是不是又另外一个缘起 叫做拿筷子 进食的缘起 这个我们在心经里读过 那我慢慢吃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在原灭变异 饥饿在原灭中 吃完的时候 食物也是原灭中 可是我的饱足感 是不是又缘起了 有一点太饱了 是不是又是缘起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 所有的一切 其实无神灭法 没有一个 一个专属的说 这个是灭了 你要看这个的时候 是不是一切平等 平静的 你用无是非的来看 这一切都很妙啊 妙不妙 是不是很妙 我们越懂佛法 又越知道 佛法在讲的是这个 它不是切切切切 一块一块一块 我们为什么不能理解佛法 因为我们切一块 就以为是这样 其实这个是众生之鉴啊 你以为的事情 你也是以为你的之鉴啊 其实你没有看懂全部啊 你也在揣测人心啊 这就不是第一议题了 第一议题是你要 空掉你的之鉴 那我们以世俗人讲说 保持中立 保持中立 还有一个要保持的保持 你佛法里面 他没有保持的保持 他是空的 法身就是这样子 可是他这个空的 并不在讲说什么都没有 而是他决心常住啊 那这个后面再来 所以他无有事替境界 他没有世间有为的俗替境界 他没有是非对立的 他内心没有这个是非对立 所以呢 他的所有一切的用 都是离于施作 都是远离有为的造作 他心中没有这些东西 他没有的 但随众生见闻得意 故说为用 那这个地方在说明 总明就是随机而已嘛 随缘嘛 就是随着众生 不同的根气 然后相应他 来说法 让他得文 那让他能够建立起佛之之见 然后来改变他原来的错误 那或是改 或是来帮助他 解除他现在的瓶颈 那这个是得到利益 故说为用 这里就是在说真乳的用 同学这样回去 可以使用真乳的用吗 试试看 对不对 其实修行里面都是在日常生活中 那你同学觉得这个经典不好用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如何操作 如果你知道如何操作 你维持最高决性 你要维持最高的决性 内心就是所谓长乐我静 你内心不会受干扰 就是这样子 那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也可以相应去说话 那相应顺利的时候 其实你是跟随着这样 你并不是因为什么样 而是相应必须这样子 去处理 毕如我们毕如 毕如释迦摩尼佛 那罗侯罗太不像话了 这小沙咪 捉弄的那些老比丘们 所以他不是去看他 他给他洗脚 如果那个世尊就叫罗侯罗 谁去倒掉 罗侯罗啊 你就像这个脏了的器皿 不能拿来吃盛饭吃 知道吗 罗侯罗可能回答 知道 下次再犯了 因为他没有什么 他没有撞紧进去 他心没有收到 他的错误没有得到一个震荡 震荡知道说 这是错 所以对凡夫来讲 他就有轻重的问题 对凡夫就有轻重问题 那世尊他并没有生气 他也知道 这就是他必须 现的样子 让罗侯罗 你要看我们修行人 他是这样 如果你有这样的那个力道 如果你的无名是这个力道 你的愿力就是说 你要突破这个无名的力道 白白又没什么有够难 跟他平安不够力 你还要提起正念 你这样才有办法吸你的无名 因为你这个力道 这一半是要跟他对冲的 这只是消融嘛 这只是跟他对冲之后 那能不能化掉 就像说我们举例啊 举例说众生是不是都有我之 那我之最常用的举例就是 麻糬嘛 麻糬叫什么 麻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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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沾很多沙子 你要拔掉沙子的时候 要不要也拔掉麻糬 你这条线要拿掉 麻糬是不是要弃一角 是不是力道要更重 是不是力道要更重 所以要有什么 要有自我的正知见 加上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的清静的那个部分 第七意识的无分别的力道 是不是都要用上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知见 你这样轻轻地跟他说 摸一下摸一下收一下收一下 有听有没听 心不倒 但是你是在使用这个 你是在使用这个用 你会很明白这个样子 那为六八六目就是劝他用时间累积法也是一种办法 现在孩子有个习气 然后你为了要杜拓他 你是不是常这样做 这个叫碎碎念法 但是中间是不是有破损 他没有办法连神一气 碎碎念法 他会不会完全改 所以不要用碎碎念法 他不会完全改 他不会完全改 到有一天他因为讨厌你的碎碎念 或因为另外的一个事件 他就发现自己是没道理的 真的愿意改 那个是他自己翻牌 如果说你 好你要这个 你要不嘛 他是这个 叫来说 到底什么什么都讲给他 那进去了 是不是我们前面要讲色话 你不色什么话 你自己一直黏一直黏 他根本心在想 在想今天学校发生的事情 爸爸妈妈在说什么 阿公阿嬤在说什么 其实是没有色的 他没有注意啊 提起正念啊 很大受 然后这个的时候要强过他 强过他呢 他接受了 被说服了 他愿意改变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自己也是这样 为什么要 读这个经文佛法 是不是不断不断不断 一直熏熏熏熏熏 为什么 他熏熏熏熏熏不是 如果用这种熏法 也是没什么效的 你就用这种熏法 成片了 用这种熏法 他才会有效 然后发起愿力 学着 有时候听归听 另外一回事 知道知道知道 暂时办不到 这个也是人 那我们说修行 到底有没有 他 真正走的方向跟那个办法 其实还是有一些开始的知见是一个认知 那从认知到执行力去学习的时候 你就必须丢掉你错误的知见 如果你自己错误的知见一直放在那里 那你只是在什么 你在温习自己的知见 然后两个箭在打架 这一定会有的 我们现在修行人来讲都会寻师之过 佛陀在的时候弟子也是寻师之过 不是没有 提伯达多就是寻师之过 五百位比丘就是寻师之过 六群比丘就是寻师之过 这个就是众生 众生就是这样 可是佛呢提伯达多 六群比丘他照讲戒律 他照一样的说佛法 他们照在背后一直毁谤 最后不能成佛的是 提伯达多跟那些六群比丘 并不是佛 对不对 在过去如此 中间如此 现在更是如此 这是一定的 因为众生他不愿意 他不愿意接受 那你说佛是不是法力无边呢 清静便一切除 我们众生的愿力发愿的时候 他是片片断断的 为什么我们曾经讲过 你要重生你的愿 当你重生你的愿 你知道你要走的是无尾的路线 你要是 是必尽成佛的 你重生你的愿力的时候 你那个自我的决心 亲近 愿意去用亲近的角度 你才能完成 可是一般不是 一般我那个愿力发出来 我看这个师父很投缘 愿力发出来 哪一天有一件事情怀疑了 过去有点不明白 有一天搞不清楚 自己的想法出来了 这个是是非批判师父的 最后累积出来 当你一个是非出来的时候 你一路走下去都是是非 因为你已经从不觉里面 就觉错误里面开始走 再回头百年生 我们现在的学佛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就是每个人要懂 修行人就像世尊当时 一样的道理嘛 弟子那么多 毁谤的也很多 要修的也很多 正阿罗汉果的也很快 也很多 不正的一直到最后 下地狱的也有 所以我们发愿的时候 常常是一小点的壮词 就是一小点那 哎呀 我要成佛我怎么样 那我们要记得 我们以佛 作为我们的大善知识 那修行里面 太多的状况中 太多要洗恋我们每个人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读一段 此用有二种 云和为二 一者一分别是事 凡夫二纯心所见者 名为应生 以不知转世现故 见从外来 取色分歧 不能尽知故 好 这个地方的此用有二种 真如的用又分两个方向来讨论它 哪两种呢 第一个 一者一分别是事 那分别一些事件 一些意识形态 凡夫二成人心所见者 就是指凡夫跟声闻原觉二成人 他这个心王运作的时候 心所 他本身产生的与我有关的 这种见 这种见所产生出来的 那他看到的所相应的 就是应生 那这个地方就在讨论说 世尊呢 他刚刚讲 他这个用 不是世尊 就是说这个论主有讲到 诸佛的用 没有用的像 可是众生要透过 透过这个佛菩萨 跟我们接触的时候 他相应体现 让我们懂得的东西 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心事 就是第六意识 心事 心缘这个静的接触点 这个因缘 所以呢 这个讨论佛身映现在各类众生里面 就是这两段 他说 以不知转世现故 见从外来 凡夫跟二成之人 因为他不了解 不了解呢 其实我们能见佛 能够看到佛 是基本上 我们有转世 就是我们意识里面 他不是会无名吗 无名的时候 他会变现 而有这个世 如果你都没有佛的概念的人 其实不会见佛 这个在讲 你如果从来没有佛的概念 你不会有佛像 你不会有这个佛像 我举一个例 有一个男众 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他出了一个很大的车祸 这个车祸呢 让他就是躺在血泊中 然后来就送医 那送医的时候 他在医院里都是昏迷的 当然这昏迷 他没有学佛 他没有学佛 他只有小时候的概念 小时候的概念就是 要去拜土地公 小时候就是乡下 这时候土地公 或是什么什么行 那他在这个医院 昏迷二十几天 二十几天的时候 他就是常常 后来醒了他才说 他就常常就是 有一个人到他梦中跟他对话 到他梦中跟他对话 那个对话是一个老者 很老很老的 老公公 然后就跟他对话 一直告诉他一些事情 问他一些事情 他在昏迷状态 就跟这个老公公对话 对话里面有 也有包括他前世的东西 也有包括他现况的 他就对话对话 到他二十几天之后醒过来 在那个昏迷的状态 他一直感受到这个老公公 在照顾他 一直在照顾他 当他醒过来之后 他就以为梦中就是现况 他醒了之后就问人家说 他每天来照顾我那个老公公呢 大家都莫名其妙 不知道哪里来个老公公 那后来他才知道 原来他昏迷 家人告诉他昏迷这段时间里面 那他也都没有讲话 他没有动作 他都一直有意识里面 有一个人跑来跟他对话 这个内容很多很多 那醒了之后他就非常的纳闷 他四处要去寻找这个老公公 那后来他都变寻不着 变寻不着的时候 他就开始去从所谓的一般的那些神 什么的这些东西去寻找 那也没有完全符合的 也没有完全符合 然后他心里就在想说 这就是他的守护神 这就是他的守护神 后来帮他学佛了 当他学佛的时候 他心里就把他解释成 这个就是他累生累世 可能曾经念的一尊佛 或是曾经拜的一尊神 那是一个意识植入的概念 但后来他学佛之后 他又碰到了困难的时候 他梦中出现的就是佛陀了 所以我们凡夫所见的应生 其实跟我们所放进去植入的 植入的讯息是有关的 所以佛会叫我们说 要理佛要观佛 对不对 然后你有什么菩萨像 哪一个菩萨是什么像 哪一个菩萨是什么像 佛还特地要我们去分辨 有没有见那个菩萨像吗 其实就是因为相应众生 这个佛像 这个观音像 或是大势之像 或是普贤像 或是文书像 都是一个寓意 对不对 然后都是让我们 能相应的众生去相应 这个里面基础上是因为 我们有这个转世 我们有这个转世 所以见从外来 以为所见的佛是从外来的 存在 而取读它 所以凡夫都以为说 我昨天晚上梦到佛 我刚刚看到一个什么 这个见从外来 那其实是取色分歧 取色分歧就是你知取 知取佛所示现的 不管是释迦如来 不管是欧弥陀佛 不管是要师佛 我们以我们最了解的三圣佛来讲 这个三宝佛来讲 那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佛像 这个法像的时候 我们就取这个法像 法像里面的分别的意思 意涵 跟我心中的意识里面的需求 做一个投赦 投赢 齐的话分就是区别 齐的话等齐 等齐就是一样 比如说 诸佛都是一样成就者 这个就是齐 分的话就是 要师佛在东方 奥弥陀佛在西方 他的佛国世界有各个不同 一个净流离 西方极乐净土 也一样是流离 黄金为帝 他也有讲 对不对 这个地方 这个硬身像是因为众生的心意是有 所以心意是众生不知道 不能够完全了解说 原来跟自己的心念有关系 所以建硬化身的时候 譬如佛 视线在娑婆成道 八项成道 佛在娑婆里面 每一个人读的佛都不一样 当时 当然我们现在不是佛的弟子 对不对 当时每一个弟子所读的佛就不一样 有的读到佛的慈悲 有的读到佛的老迈 有的读到佛的清净法身 有的读到佛 你原来还有头痛背痛 弟子就这样讲 你管我们管的那么严 你定的制度 定的什么戒律那么多 很繁琐 有人这样读 有的人读到佛 你这么慈悲 就是要知道我们众生有这种习气 所以每一条戒律都是为了他帮助我们 来杜绝 来隔离我们自己错谬的行为 所以每个人是不是读的都不一样 那你如果说好你来看 那你可以读到当 世尊在教导罗后罗的时候 你可以读到佛的随顺因缘 清净法身出来的教化众生的大击大用 真如的用 你也可以读到说 你看 古早就没在教 这句子在做老婆 对不对 那你也可以读说 这个罗后罗 这个怎么样怎么样 这种孩子 那造作万端 还欺负那些老比丘 这夜报啊 怎么可以这样 里面还有圣者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读 所以众生所读的这些应生 其实都是跟自己的之间在读 那这个地方就是说 一分别试试 这个用 那我们一般来讲佛菩萨的用 还是会相应众生该用所用 这个就是佛菩萨的慈悲 它相应于这个学佛的佛子们 像比如说我们都是佛子 我们都有发愿嘛 相应于这些想修行的佛子们 你有这样的一个瓶颈 那它视线任何让你没有办法了解的 没有办法了解的方便法 藉由物质 藉由它本身的形象 藉由一些时空 让你没有办法去揣测的东西 心思口意 那产生了一个相应 让你突破 那这个地方你所认知的是 有相还没相 还无相 那就另当别论 那我们有些时候在看这个应生的时候 都是相应 相应于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呢 还有心念的存在 那你也会有一些比较奇特的 就是修行人的家庭会发生这样 比如说眷属夫妻 这个是公案 有的夫妻就是有一个 他一心想学佛 一心向佛 一心向佛的时候 他有一些体会 体悟在心 可是这个体悟呢 不被家里人所了解 那家里人看他学佛学的这么殷勤 那也说了东方与西方 南方与北方 修行的观照法禅修什么 说着说着 其实都听不懂 这个听不懂的时候 诸佛菩萨就会这样 他就会让这个关键人物 必须懂得的关键人物 在梦中 或是在某种情况 有刹那间的体悟 有刹那间的体悟 他知道佛所说的 原来是这种 那种进入那种状态之下 然后他醒了之后 就知道说 原来有一个怎么样的世界等等 其实这个就是佛菩萨护念这个修行人 让他家里的瓶颈能够过关 这样知道 这些瓶瓶都有出现 这都是应生 这都是应生所做的事 所以诸佛菩萨他在你一个修行人的家 那你自己主要 你自己本身的因缘夜报 是不可能有人带单 但是如果你有心真正在修行 你有心真正在修行 诸佛菩萨的愿力 十倍加倍力 就会帮助你有这个勇气 或是因缘理 你可以解套的部分 帮你到达到最高圆满的那一集 那接下来 二者 依于夜市 为诸菩萨从初发意 乃至菩萨旧境地 心所见者 名为报身 身有无量色 色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所住一国 亦有无量种种庄严 随所视现 极无有边 不可穷尽 离分其相 随其所应 常能住持 不悔不失 如是功德 皆因诸菩萨蜜等无肉行薰 即不思义薰之所成就 具足无量乐相 故说为报身 好这一段呢 就是在讲菩萨所见 这个菩萨所见 一于夜市 就是根本市 他是根本市 也就是这个菩萨 他从初发意 这个初发意 乃至菩萨旧境地 心所见者 这个地方的从初发意 讲的是 刚刚我们在上一堂课讲的 无肉 从无肉的那个开始 那个开始呢 因为报身是给地上菩萨 如果我们还没有转为清净之前 我们在讲凡夫菩萨 其实还是凡夫啊 他前面的名字是不是叫凡夫 对不对 所以报身是给地上菩萨相应的 这个地上菩萨就是登地之后 地前菩萨就是登地之前 三贤位啊 这些 那这个地上菩萨 他从初发意 就是发菩提心回小向大 从自己的有关西法的处理 一直跨越界别 到无关西法的众生 这个时候 一直到乃至菩萨旧经地 到菩萨圆满实地 这个时候菩萨依他的修行 依他的修行 一直在修行里面 未断无明 如果还有心所的话 我们有讲啊 我们在处理自己的时候 你要达达达达到清净的时候 那就叫藏教 或是通教里面的实地 那你到圆教的时候 其实那个叫圆满业因缘果 对不对 那你到发心 这个圆教菩萨在度化众生的时候 那你每一次 有没有很稳定的 没有起无明 那菩萨到实地还有一分无明 这个无明 这个无明并不照做 但是无明频率有 你越有厚德志的时候 每看一件事情越明白 可是那个明白是当下很清楚 并不是推的 不是用推延的 那这个地方的无明 就想说 无明是不是有 有 可是他用无明的时候 是安住在无肉定里面 来修 这个如果还产生有心所的话 如果还产生究竟地 心所见者 他的心所如果还是有 就指境界 我们境界 心所里面有 境行果 都是叫心所 那我们修行里面 你每一个了解的状况 你每一个了解的状况 其实是不可言 不可言语的 不可思议的 但是里面呢 当你对于这样的了解 刹那之间 还有境界的感受 当于你在观照的时候 我们刚刚不是有讲说 你会行吗 你就不是静态的了 你在这个行的过程 会不会有行动中的 所有的感受 会啊 当你完成的时候 似乎会有个内心的估量 得到的后得字 这个后得字 就是属果 可是这个果 能不能 从这个果里面走出来 这个字 后得字才是无为的 对不对 这里面就包括 很多内心的转 这个转式 他是在 这个 系中之初 还是系中系 就前面有讲过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本身从初地 要到实地的时候 你的后得字 差异度是很大的 那差异度很大的时候 内心如果有静行果 这个心意识 那个是淡的 那个并不是 是就是 第六意识里面的喜怒哀乐 他不 不带喜怒哀乐 但是有那个略略 略略了知 略略能感悟感德的 那样的所得心 可是那个所得心 并不是跟我有关系 而是跟 体会的 清净真如 我能了别 这样的刹那的 这个东西在 如果你还有这些在呢 你相应的时候 就会见到 佛的报身 这个时候看到 佛的报身 有无量色 无量相 无量的好 无量的美好 那这些诸佛呢 也可以 所以 会因为我们 还没有达到成佛 所以我们对佛呢 是清净的 清净来看的时候 了解实相中 佛 住的国土 依他的果报而有 比如说我们会描述西方净土 东方净土 我们会描述 描述阿处佛的净土 会描述金色世界 这些 那这里面又包括无量无边的庄严 这些无量无边的庄严 跟这些净土的产生 这些架构是在什么时候得的 是在凡夫菩萨的时候就有这个概念的 是不是在有为的心所里面 早就有直进去 对不对 你会发菩提心 从凡夫菩萨到登地菩萨之前 是不是早就有直进去 这些东西 在有的时候就有了 所以随顺菩萨他 不同的修为里面的阶位跟境界 他会慢慢的在这个里面去做一个比对 虽然这个比对是没有是非的 这个比对是没有是非 然后呢 这一切也是无量无边 因为佛跟你现在所处的这里面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做真实的一个比对 我们差异落差太大 但是知道菩萨知道 菩萨知道佛的报身都是因为他修行所证得的 所以这些无有边不可穷尽 佛为什么能够这样完成来相应有报身来献给我们看 那是因为佛离分其向 刚刚我们讲凡夫是不是取色分其 而佛呢就是离分其向 远离一些区别等其的这种向 所以呢随顺 随顺佛为什么会有报身 随顺他所行所证所报自然敢得 自然敢得 你因为这里还没有谈到心色二法 其实是一的 是色法跟心法是一 一体两面并不是两个 那我们众生是把心法跟色法分开 所以佛呢常住不动 常住不动 因为他所感得的这些 变成相应于色法的时候 就是不动 所以不悔不失 这样业用的功德都是因为 诸佛在当菩萨的时候修习各种菩萨蜜 无肉的菩萨行 所以不断的熏习提升 然后以及不可思议的真如 自体向熏习的作用力所成就 那这个报身呢具足无量身心安乐的相状 说故所为报身 那这个地方大家其实都会有一点 没有办法了解的状态 意思是说 譬如以应生佛的话 释迦摩尼佛在世间 就是在这个娑婆世间 视线八项成道 他从我们一个反复的角度 那完成他整个修为 比如说出生出家 然后降魔到成佛入涅槃 这样整个来示现给我们看 在娑婆世间 因为娑婆是有生灭的 所以他有现生灭像 这样的一起 叫硬化 所以以释迦摩尼佛来讲 我们就是说 这个硬化 硬化的状态 千百万 这个硬化生 释迦摩尼佛 那以报身佛的角度来讲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了解 其实是可以了解的 意思是说 我们每个人 在他一报正报的时候 都是基础于我们自己本身 所累积的所有资量跟条件 所以因圆 然后报意思就是果 所以每个人他 我长得怎么样的一个眼睛鼻子嘴巴 我生长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我所处的世间有怎么样的山河大地 这个都是叫报 那这个报呢 我本身的这个生也叫报生 只是前面加一个业 所以我们叫业报生 那因为我们有非常粗糙的思想 对物质 就是物质界的一种执着 所以我们的报体 我们的果报体 就会产生一个粗糙的物质界的结构 物质界的结构 所以我们的果报体 就会落在一样这样结构状态之下 所以我们来了解 佛的报生跟凡夫的报生 他的道理是一样的 那现在我们再来讲天人之报 比如说天人之报 这也是他的果报体 天人之报是他对于物质 这么粗糙的物质面的时候 他可以突破 他可以不执着 他可以舍 所以当他舍掉这么粗糙的物质界的感受 跟拥有欲望 这样的状态之下 他修的是比较轻一点的精神 比较无形的精神层次 当他无形的精神层次 但是他本身呢 所报得的 也就是比较淡 比较轻 比较殊胜一点的 这个天人的果报体 当你是一个修行人的时候 你更突破了 更突破了所谓你精神愉悦 精神感受这方面 所以你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是用舍法 不取 他是不取的 所以他用舍法来讲 在舍掉精神层次的 粗糙的喜怒哀乐 那精神的齐心动念呢 更为 更为殊胜 那对于你物质 或是精神感受的那些感觉 更淡化 淡化到你不会去直取他 不会去直取他修不动业 当这个不动业的时候 他就进入到无色界 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 至成立以来 扶持佛法不遗余力 为法轮常转正法久住 敬邀社会大德 发心赞助红法经费 若蒙捐助善款 请会邮政化播账户 账号2271-8807 2271-8807 户名 财团法人 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 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 敬邀您 护持弘法 共转法轮 阿弥陀佛 认识台湾救狗协会 及救狗园区 基于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7年 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 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十七面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 养护园区 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 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三百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八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 共同获养近千只的狗孩 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 皆能祸碍共存 消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促进社会祥和 或零六二七一六六一二 零六二七一六六一二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路二段三百四十五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避免信众于密闭空间 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一律采直播方式 共募佛恩 欢迎加入分会 耐群组 可登记病苦者 每日访会后 皆会回向 大家好 我是陈建仁 新流行的Omicron病毒株 重症比率和致死率都大大降低 Omicron传染率极高 但是多数感染者都是轻症或无症状 这是危机也是转机 现在我们要有更高的疫苗覆盖率 才能战胜病毒 施打三剂疫苗 可以减少死亡率高达85% 高风险群还要接种第四剂 政府以备足医疗能量 让有需要的病人得到妥善的照顾 只要度过这波疫情 台湾就能逐渐松绑 恢复正常生活 这一年发生很多变化 不变的是台湾人的自律 善良与互助合作 战胜Omicron迎向新生活 团结在一起 我们一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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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条定期就叫善良与云 至今谁受了的力资金 可以减少便能运渐写 各位书能够有哪些 这样的那个努力也用更多的地 yahall 很大的努力也用咬开 您 来上三卦四分之地 来上三卦川沛上班 吃一娕高的三卦都是 把宫里比思智 餐尼呼上 michare 我們一起遇到一起 dash ir amazon ho me pleasant heure you what yeah city ml la 여러분들寺我客 michare 我們一起附在一起 阿志尼默自然ası也 royalty 阿志尼默自然 dette就是为了凤十三世音音乐宗教 を去平安的速度 与那种生命的影响 私人的很多上ots 约有名人 全是谁欲望要正在速度 不省的现象 就不省的复制 都闲着游向的 宝贝磊戣 将来无懋的灵魷神 叮咕噬八生 他思彼佩利相连 BPPU lang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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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蓇母意朋友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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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奖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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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 Zither Harp 旅行的意义在于传播文明 全藏是古代世界两大文明之间最成功的使者 他在印度学习佛法 也在印度成为佛学大师 没有他的著作 印度人几乎无法重建自己的古代秘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